欢迎回到给忠诚的管理课 讲完了流程优化 这一讲我来说一个规范期很重要的任务 绩效管理 没有绩效 团队管理就成了吃大锅饭 干好干坏一个样 所以呢 大部分公司会用KPI来做员工考核 奖励那些业绩好的员工 让团队形成你追我感的氛围 带动整体业绩的提升 可每次到做绩效考核的时候 管理者总是一把眼泪 下属们玩不成业绩 最喜欢的借口就是 KPI设计不合理 怎么能够让下属认可KPI指标 对绩效结果满意呢 这一讲我就来说一说 怎么合理的做一次绩效考核 首先啊 下属们会不服气 有可能啊 的确是因为有些KPI指标太不合理了 我跟你说两个我见过最奇葩的啊 一个啊是用代码行数来考核程序员 另一个呢 是用公司的利润率来考核一线的业务员 这么考核有什么用呢 我听说啊 有的程序员就拼命的刷无用代码 一个月拿了几万块的提成 用利润率考核一线业务员就更扯了 影响公司利润率的因素很多 继承员工根本没有办法干预 他们只会觉得 你压根就没打算给我绩效吧 所以啊要制定合理的KPI指标你要先避开三个雷区 第一个考核点错了就像刚才说的这两种都属于没有找到正确的考核点 第二个KPI指标失衡 比如啊只看销售额拿提成 我就有一个客户啊 他们是一家医疗康复机构 他们的顾客啊要接受他们接近18个月的服务周期 而他们公司的KPI设置呢 是卖出一笔就给销售员一笔提成 结果就有个别销售员 让自己的亲戚朋友来刷单 等自己一个月拿了好几万的提成之后 辞职不干了 几个月以后呢 亲戚朋友再来公司申请退款 第三个雷区啊 是KPI考核点过多 我看过一家公司给员工订的KPI 好家伙有13个指标 我当时啊就笑着和他们老板开玩笑 我说来咱们合上电脑 你来给我背一下 都有哪13个 你看连设计KPI的人 都记不住的KPI 怎么可能达成考核目标呢 要避开这三个雷区 我教你一个KPI编制口诀 叫做资深员工重结果 初级员工重过程 兼顾多快和好省 调节权重来达成 接下来我一句句具体解释给你听 现在说什么叫资深员工重结果 初级员工重过程 在制定KPI指标的时候 你要先要把指标分成两大类 结果类和过程类 比如啊 一个招聘团队 每个月安排了多少场面试 这就是过程指标 而每个月招到多少名员工呢 这就是结果指标 资深员工和初级员工的考核点 显然是不同的 当然不能给他们设计 同样的考核指标 对于资深的员工 你给出的目标 他们就应该给你交付结果 所以你要用结果指标去考核他们 而对于初级员工 如果也拿结果指标考核他们 这就有点强人所难了 还拿招聘这个工作来说 初级员工没有辨别候选人的能力 这个时候 你就要多用过程指标去考核他们 比如筛选出了多少高质量的简历 给候选人打了多少个电话 安排了多少场面试等等 这样才能保证你制定的KPI 能够匹配想达成的考核目标 说完了结果指标和过程指标的区别 接下来是第三句 兼顾多快和好省 要想避免KPI指标的制定过分偏激 你不能只有数量指标 还要有质量指标 否则团队的文化会变得非常急功近利 还是用招聘这个例子 最容易考核的指标就是多 比如入职人数数量多 光数量多还不行 你要看在招聘的时候 他们能不能及时的把岗位的空缺补上 这就是按期倒岗率了 也就是快这个指标 还有好也很重要 你招聘的标准是不是足够高 牛人占招聘入职的比例是多少 这是对质量的要求 最后还有省 招聘预算控制的好不好 是不是有中低院员工 也用昂贵的猎头进行招聘 多快好省是指标设计的四个重要维度 需要平衡设计综合考量 否则很容易导致员工动作变形 我曾经给一个地推管理团队 定过一个只有招商数的指标 也就是只用了多 结果各个团队立刻开始招兵买马 靠堆一线地推人员的方法 把招商数做上去了 但是公司的成本就完全没法看了 后来我知道了多快好省的平衡法则 我就给团队增加了一个指标作为平衡 那就是人均产出 也就是省 很快团队调整的方向 最终顺利完成了公司的任务 我要提醒你的是多快好省最多保两个 如果你什么都要 最后很可能什么都要不到 我在文考区放了部分有代表性团队的多快好省指标设计 你可以参考看看 说完了多快好省四个维度 最后一句就是调节权重来达成 KPI里的K就是Key 强调的是关键指标 你不能把所有指标都拿出来考核 那同样失去了考核的意义 我的经验是 忠诚管理者的团队指标 控制在六个以内是比较合理的 有一种心理学测量上的说法 对于15%以上的差距 人们比较容易注意到 100%如果平分成6份 正好每分都大于15% 而且指标还要有侧重 不能完全搞平均主义 你可以用设置权重的方法来调节 我在文稿局放了一张权重表 你可以参考看看 拿一个电商运营团队来说 销售额占比是最大的 有30% 其他的包括利润额 退货率 库存周转率 各占20% 最后转后率占10% 一般来说 最小的权重也不要低于10% 如果太小 其实就没有考核的必要了 KPI的Key 就是要提醒你 一定要抓关键 而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 这个权重具体怎么调节呢 像刚才电商的例子 200万的销售额和2%的转换率 没有办法变成个统一分数 我就会这么做 加一个考核评估系数 作为参照系 比如 销售额完成率100%算1分 90%算0.9分 110%算1.1分 以此类推 这样 不同分数和不同权重 进行平均加权 你就可以得到每个员工的得分了 这么做有两个好处 一个是把你想考核的关键指标突出出来 另一个是用数字说话 尽可能把不同维度的指标 换算成了统一的尺度 让所有的员工都能服气 这要提醒你 权重法不仅可以用来平衡 多块好损四类指标 还可以用来平衡过程和结果指标 对了 你还要有红线指标 一旦发生违规行为 绩效直接清零 说完了KPI指标的编制 你可能也会遇到另外一些情况 明明也按照多块好损的方法 制定了指标 也兼顾了权重平衡 但考核上还是会出问题 我辅导过一家创业企业就是这样 他们是做数据产品的 年初给员工制定绩效 东南亚跨境电商团队的 月销售目标定了200万 利润率10% 销售和利润率两个指标的权重 割涨50% 而且为了激励员工扩展业务 公司承诺按照达成率发绩效工资 你看多块好损也兼顾了 权重也考虑了 挺像那么回事的 结果当月这个团队 一口气就完成了600万的销售目标 老板一看目标定低了 下个月赶紧把目标调到800万 结果到了下个月 团队只完成了400万的目标 大家的绩效相当于打得对折 士气低落 离子率就上去了 问题出在哪呢 他们掉进了考核员工的另外一个误区 不是指标制定的不合理 而是压根就选错了考核方式 要知道 不是所有团队都适合用KPI来考核的 KPI更偏向于 至上而下的约束下属的业绩 你比如说客服工作 有标准的流程和业绩数据 那你要考核的就是 一天接了多少客户的电话 解决了多少客户问题 指标是清晰明确的 KPI完成率是多少 就按多少比例的提成拿奖金 可这家科技公司呢 从公司到员工都在摸索 谁也没有办法拿出一个准确的业绩目标 这样的情况就要换管理工具了 你应该用OKR 而不是KPI来做考核 OKR是一种自下而上 鼓励下属实现自我突破的目标设定方式 像刚才这个团队应该做的 就是鼓励员工 定出雄心勃勃的目标 哪怕最后只完成了50% 也比定一个平庸的目标 完成100%更好 关于OKR怎么用 得到上有很多课程 我就不展开讲解了 我想强调的是 KPI不是万能的 很多时候 选对考核工具 可能比制定正确的考核指标更重要 我在文稿中 给你犯了一个绩效管理模式的矩阵 按照业务类型 分成创新型和成熟型 按照公司文化 分成了结果导向和长期主义 我非常建议你在开始设计考核制度之前 先从这两个维度 对团队做一次评估 选择正确的考核方式 比如说 你可能会说 我们是创新型的业务 但是呢 想要快速接到结果 又OK啊 也不合适 该怎么办呢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我的建议是 用项目加权奖的方式 一个项目 一个项目的去结算 比如我自己现在的咨询团队 就是这么管理的 我把每个项目的所有纸项目 都列到一张Excel表里 然后按照纸项目的重要性 进行全程分配 具体怎么操作 我这里就不展开了 我把分配表放到了文稿区 供你参考 总结一下这一讲 错误的KPI考核 会给员工带去不公平感 所以你可要记牢 这个KPI设计口诀 资深员工重结果 初级员工重过程 兼顾多快和好省 调节权重来达成 更重要的是 不是所有的工作 都适合用KPI来考核的 你还可以根据你的企业文化 是结果导向 还是长期主义 是成熟业务 还是创新业务 进行技巧模式的选择 在这里给你留一道思考题 你遇到过的 最不合理的一次考核 是什么 你认为哪里不合理了 请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思考 不过你可能也发现 光靠考核 并不能解决 所有的技巧管理问题 你还需要另外一个管理工具 考察 欢迎回到给忠诚的管理课 上一讲我们说了 怎么做考核 这一讲我们来解决一个新问题 这就是 即使你用对的考核方式 也设计了相对合理的考核指标 但是 在选拔下属这件事情上 你还是有可能会看错人 比如说 我辅导过一家商贸公司 他们要从五个销售经理中 选拔出一个 接替销售总监的职位 总经理认为 小A是最合适的人选 小A是公司多年的金牌销售 而且自己也表达了强烈的晋升的意愿 但我给出的咨询意见是 不支持晋升小A 理由是这样的 小A的业务能力的确很突出 但是管理能力还没有被证明 贸然给小A升职 反而可能给团队带来很大的风险 遗憾的是 总经理并没有采纳我的意见 他认为 小A业绩又好 对公司的忠诚度又高 不给他升职 给谁升职 与其外面再挖一个牛人 还不如用自己培养起来的这个下属 小A的管理能力没有被证明 那正好给他一个证明的机会嘛 结果 小A成为销售总监之后 真的带不动近百人的大团队 业务流程混乱 也缺乏培养下属的意识 一年之后 整个销售团队的业绩一落千丈 小A也被迫离职了 你别觉得这只是个例 这种情况太常见了 在管理学上有个著名的彼得定律 说的就是这种困局 在一个等级制度中 如果业绩是考核员工的唯一标准 业绩好就晋升 那么总有一个阶段 员工达不到更高的业绩了 他就不能再晋升了 那反过来说呢 每个员工啊 最终都会晋升到 他所不能胜任的职位 怎么跳出这个困局呢 在做绩效管理的时候 一定要两条腿走路 在考核之外 再加上考察 考核只能了解员工 对当下任务和指标的完成情况 而考察呢 需要更多的关注到员工的长期潜力 再在管理者的角度 兼顾考核和考察就更重要了 考核啊 可以让你的日常管理变轻松 但考察呢 仍然让你未来的工作变轻松 只有学会考察下属 你才能找得出那些 值得长期培养 或者提拔的人才 这一讲我先来说一说 考察该怎么做 很多管理者考察的方式 就是凭感觉 小李这孩子不错 勤奋好学 有潜力 小张不行 整天纷纷火火的 不稳重 等等 这样考察出优秀下属的概率 跟抽奖差不多 可是啊 如果不这样考察 很多管理者也拿不出一个 像KPI或者OKR 那样的考核指标 去考察员工 我总结下来啊 管理者凭感觉考察 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 考察缺乏标准 谁记下好 但后劲不足 谁能力不突出 但特别有潜力 大家没有标准共识 你觉得小李有能力 那小张天天加班 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 小马还是名校毕业的 你说谁更有潜力 第二 就算有考察标准 但过于抽象 无法执行 比如啊 有些考察标准 就是积极努力 勤奋好学 主动进取等等 怎么拿这些指标去考察呢 什么叫勤奋好学 是每天都建置读一本书 还是在工作中研发了一个迭代方案 优化了工作环节 都没有讲清楚 第三 考察的动作缺乏载体 很多管理者是这么考察下属的 一到年底 对着打分表 就开始凭感觉打分了 小李 嗯 勤奋好学三分 合格 小张 一分不合格 你问他三分和一分都对应着什么 他也说不清楚 针对这三个问题啊 我给你一个管理工具 叫做胜任力模型 首先考察要有标准 胜任力模型 就是这个标准 用最简单的说法 胜任力模型想要定义的 就是要胜任这个岗位 员工必须具备的软技能 是什么 比如说啊 对于人力资源岗位 面试技巧 那是个硬技能 但硬技能背后的沟通能力 关系维护的能力 还有组织协调能力等等 这些就是软技能 不同层级啊 对软技能的要求 可能不大相同 比如说 市场专员 更看重信息收集能力 市场经理 更看重分析判断能力 需要他们透过用户行为 洞察用户意图 找到生意机会 而市场总监呢 就更看重决策能力 要能够根据市场经理 发现的生意机会 做出商业决策 这些软技能啊 就是你考察的重点了 他们决定的员工 有没有潜力 去到更高的层次 就像最开始的那个案例啊 之所以会发生决策失误 就是对小A软技能的 考察不足导致的 如果你的公司 还没有自己的生意力模型 从长期出发 建议你赶快根据 你团队的职位要求 制定自己的生意力模型 关于生意力的成熟研究 已经有很多了 哪怕你去检索一下 把符合你部门的要求 借鉴过来 都对于团队人才培养 有非常大的帮助 我在文稿区呢 也犯了一张 生意力的卡片清单 你也可以参考的看一看 一般来说 一个岗位 用到六到九个生意力 比较合适 太少了 没办法全面的描述 岗位要求 太多了呢 又容易失去焦点 我有个校正模型的经验 就是拿你团队业绩 最好的员工 作为研究对象 看看他们 都体现了哪些能力 是不是符合 模型的描述 然后对胜任力模型 做一些调整 当然 如果你的公司 已经有了现成的 胜任力模型 那就太好了 但你也要注意 这些胜任力模型 是不是能够 直接用到你的考察工作中 这就要说到 第二个问题了 有了胜任力模型之后 怎么考察呢 不是给下属贴标签 而是要用胜任力模型 对下属的行为 进行定义 举个例子 很多工作都要求员工 有较强的学习能力 怎么判断 谁学习能力更强呢 光靠这个概念 就可以拆解成很多维度 比如 学历 是不是名校毕业 该不该看 好像应该 但这也只能说明 这个员工过往的 考试能力强 那么 看员工学习新知识 快不快 这个好像对啊 但如果下属学了新知识 没有运用到实际工作中 那么 这个所谓的学习能力 也是无用的 再比如 员工学习意愿 要不要考虑呢 如果下属学得快 也会用 但就是不愿意学 每次都是别人要求他 他才学 那他的这个学习能力 怎么去评价呢 我们设想一下 现在你有两个下属 小张 是大专毕业的仓库管理员 小李啊 是名校毕业的市场专员 你要对他们的学习能力 进行打分 没有行为定义的时候啊 你只能凭感觉了 如果是我来做的话呢 我会把学习能力 在行为上 拆成三个维度 分别是爱学 会学 和能运用 爱学 就是说他学习意愿得强吧 不用别人弊 自己就能够主动学习 会学啊 是说他知道怎么学 掌握了学习的方法 甚至能够快速学习 能运用呢 是说他光学会还不够 还要能够用到工作中 解决实际问题 有了这三个维度 对小张和小李的打分 马上就有标准了 比如说 虽然小张的学历不如小李 但不能给小张的学习能力打低分 因为学历不在我们的考察范围内 而在工作中呢 小张通过自学 采购管理知识 三个月就把公司的包装供应商的采购成本 降低了5% 而小李啊 只是按照公司要求 完成了日常工作 哎 这么看起来 小张的学习能力就更强了 因为小李并没有让我们看到 他学了这些知识之后 怎么去用的 其他生日力也是一样 光有一个标签是不够的 你都要把这些抽象的概念 定义到具体的行为 这样才能为员工指明努力的方向 也为管理者提供了考察的依据 第三 标准有了 对应的行为也定义了 但还是不落地 那有可能是因为 你没有考察的载体 去证明员工的潜力 回到一开头小A的例子 小A没有做过总监 是不是就没有办法证明 他的管理能力呢 当然不是 在我的建议下 那家公司总经理 后来招来了一个新的总监 新总监除了完成业绩目标 还要对经理们做能力的培养 比如 安排经理们开发系列的销售课程 锻炼他们培训他人的能力 牵头公司跨部门项目 锻炼他们的定义问题 驱动结果的能力等等 一年之后 经理们汇报这些项目的完成情况 管理层对经理们的潜力进行评估 这些都是证据 也就是我说的考察的载体 如果你要进行人才的考察 我建议你也可以采用下属自证的方式 比如 每半年 请你的所有下属给你做一次数值 在数值的过程中 他们需要汇报自己取得的什么业绩 接下来的计划 对自己的评估等等几个方面 证明自己具备了去到更高级别的潜力 然后 你邀请你的上级 HR 一起拿着胜利清单 对员工们在完成业绩的过程中 按照我在第八奖招聘中提到的 十大提问法 进行追问和打分 还记得我上一讲说过的 相对考核这个概念吧 考察也是一样 也是相对的 你只要把下属们按照潜力打分的高低 做一个从第一名到最后一名的排序 就可以了 一般来说 一分表示这个员工 在这个潜力方面 完全看不到他成功的案例 甚至有失败的案例 比如学习能力 完全看不到他有把所学的 用在工作中的例子 不但如此 他甚至还公开抵触学习 两分表示 这个员工有体现这个能力的运用案例 但是做得很不好 比如 有学习新知识的情况 但是在用知识方面有瑕疵 三分表示合格 符合能力描述的要求 四分表示 这个员工的表现 在你的团队里可以成为楷模 五分表示 这个员工太优秀了 他的学习能力 可以成为全公司的版样 在文稿区 我也放了一份 下属潜力评估表的案例 供你参考 最后我要提醒你的是 考核和考察的结果沟通 一定要及时 尤其是那些相对排名靠后的员工 你不要等到开除他的前一天 才跟员工做这样的沟通 比如说 你在每年最后一个月 最后一天跟员工沟通说 不好意思 你考核和考察的结果都垫底 公司要辞退你了 员工当然会很愤怒 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何况年底要找工作 是非常困难的 我管这种 到最后一分钟才沟通的沟通方式 叫做尸检报告 正确的做法 是你要给下属 提供及时的体检报告 一项工作结束的时候 我就给他做出个快速的反馈 你这次表现没有达成我的要求 我来帮你分析一下业绩差距 这样能够管理员工的预期 帮助他们正视自己的表现 好 总结一下这一讲 我给你介绍了 胜能力模型这个工具 它可以帮助你 避开考察中最容易遇到的三个陷阱 第一 考察要有明确的标准 不能观评感觉 第二 考察标准要具体到行为层面 不能只是贴标签 第三 考察需要载体和工具 这是一道证明题 需要员工用真实的事迹来证明自己 最后提醒你 不管是考察还是考核 结果的沟通都要及时 不要等到开除的前一天 才跟员工做沟通 要多做体检报告 不要做尸检报告 在这里给你留一道思考题 你有没有看走眼的经历 提拔了不适合的下属 到更高的岗位上 听完这一讲 你觉得当时看走眼的原因是什么呢 请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思考 说完了考核和考察 下一讲 我们来说一个 非常容易被管理者忽视的管理工具 这就是团队的价值观